中国能不能加入CPTPP这个曾经的反华合作经济组织呢? 毕竟这个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任时 为了唯独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特意制定了一些针对中国的条款 虽然后面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了CPTPP 但是这些条款却留了下来 我们要知道 区别于WTO的承诺者 CPTPP是达标制 你得先达标了所有CPTPP的要求 然后还要所有的CPTPP的成员国同意 那CPTPP总共有2300多个条款 我们其实是认为我们有能力达标这2300多个条款的 所以我们才在2021年就开始申请加入CPTPP 但网络上的总体娱乐却认为我们加入不了CPTPP 因为满足不了CPTPP的最低要求 比如CPTPP要求国企是独立运作的市场单位 政府不能向国企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 补贴、优先就义等 还有跟我们个体息息相关的劳工权利要求 最关键就是要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工会 可以保护工人的合法权利 这里在搜索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好笑的东西 给大家看看 但在我看来 中国其实是可以满足CPTPP的条款的 毕竟总华语言博大精声 国企和工会在我看来都可以被解释为独立的 还有CPTPP里一些关于基本劳工权益 比如结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有效废除同工 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 我觉得都能解释嘛 阻碍中国加入CPTPP的 反而是已经不在CPTPP里面的美国 那这个很神奇吧 CPTPP里的大部分国家 在中国的承诺和利益面前 我觉得最终也会同意中国加入的 毕竟只要这些国家评估自己让中国加入 自己的国家是受益的就行 至于中国怎么管国内的工人和企业 他们其实也没真的在乎 你只要自己能自圆其说就行了 只是想通过这些方式增加自己的国家利益罢了 就跟当年的WTO一样 但CPTPP里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一定会反对的 因为在2020年新签订的美加墨贸易计定中 有这样一条针对中国的独要条款 美加墨协议国如果打算和非市场经济体 开始自由贸易谈判 则提前三个月通知协议成员国 且需允许协议成员国审查任何成员 同意的自由贸易协定 且必须取了同意 这就导致中国加入CPTPP需要美国同意 就美国现在这个反华形势 能让中国加入CPTPP跟中国男族 能夺世界杯冠军一个概率 但是现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 加占了25%的关税 破坏了美加墨贸易协定 又有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反水 但概率其实还是非常低的 毕竟即使加占了25%的关税 美国依旧会是加墨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其实中国现在加入世界任何一个 经济贸易组织的最大障碍是消费 你中国不能只卖不买 2024年中国的贸易剩下接近1万亿美元 这足够吸干好几个国家的经济 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自己的阻碍了 那才明知道CPTPP不会同意中国加入 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去申请CPTPP呢 那就两个目的 第一呢就是恶心美国 这不是你给我设置的经济包围圈吗 你不是想孤立中国经济吗 我现在就是要加入曾经这个反华经济联盟 第二呢就是向世界其他国家表示 中国还是愿意融入世界的 毕竟我连曾经的反华的组织我都敢去申请 还有什么不敢的呢 当然也不是说中国绝对在未来加入不了CPTPP 只不过这个时间会非常漫长 你看东盟在成立初期就是为了对抗中国的 但是今天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对抗中国的贸易优优独播剧场 产名 Freddie 感谢观看